最近,由康熙来了原版主持小S和蔡康永合体打造的新节目,真相把花花女神开播了,第一集就请来了内地综艺一届谢娜助阵,大聊以前的去世,其中谢娜还自己爆料的她和张杰的恋爱经过,让很多人都很惊讶的是, 竟然是谢娜先主动说出了口,不过两人现在已经有了双胞胎女儿,相信感情非常牢固,所以谢娜才会不顾忌地说出来两人的恋爱经过吧,谢娜和张杰这对娱乐圈著名的姐弟恋从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,经历了一段不被看好的日子,那时候谢娜已经在湖南台站稳脚跟, 以刚刚参加快乐男生的张杰的名气要大一些,虽然张杰是2004年我行我秀的总冠军,但无奈公司运营宣传不大,所以在参加完快乐男生才开始大火,那使得谢娜经常照顾张杰,她也成了快乐大本营最常邀请的嘉宾之一,毕竟快本对张杰来说就像是丈母娘般的感觉, 在节目上,何炯等快乐家族成员也经常和两人开玩笑,越来越多的人慢慢接受了这对姐弟恋,谢娜在真相把花花女神中资报和张杰确定关系的片段,那时两个人有了深入的接触,对彼此都有了感觉,而张杰却迟迟没有表态,于是谢娜就在两人空闲的时候,邀请张杰去西湖边上散散步,那时谢娜对张杰鼓起勇气,说,你看我挺幽默的, 咱俩要不要试试,当谢娜说完这句话的时候,在一旁的蔡康永都禁不住张娜的嘴巴,问谢娜是真的这么说的吗,毕竟很少有女生会这么直截了当的表白,后来张杰没有当面回应,而是选择在第二天,专门又主动找了谢娜,两人在餐厅里,张杰认真地回复了谢娜,要不就是一下吧,张杰没选择直接在西湖边上答应谢娜,一方面可能在考虑, 能不能给谢娜一个未来,另一方面,她第二天专门主动,请谢娜吃饭再回应,也能看出杰哥的身世和暖心啊,很多网友也表示,难怪谢娜在家里被宠成小公主呢,张杰从细节就能看出来是个暖心boy, 如今两人终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,这下家里有了三个小公主,不知道张杰会不会宠不过来呢,谢娜前几天刚复出的时候,张杰直接在节目上表白谢娜,让她泪洒现场, 不得不说娱乐圈里,谢娜和张杰这样的夫妻真是不多,能彼此走过这么多风风雨雨,小编觉得两人的爱情真是令人羡慕啊,网友们怎么看呢,欢迎来评论。